东山河 宜兰河 梅花湖 龙潭湖 郊西温泉 苏澳冷泉 您曾经造访过哪些地方呢 不过在很久很久以前的宜兰可不是这个样子的哦 德玛兰公主女龟将军 威威地道出了曾经彼此的爱恋不曾结束 而是化作蓝洋平原与灰山岛完成永恒的守护 这不只是一个纯粹动人的爱情故事 更是一份传递宜兰人对于互相土地的热爱 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感受这部宜兰专属的浪漫传说 你可听过一个流传许久的传奇故事吗 那是一个古老的海洋浪漫传说 没听过呀 让我来告诉你吧 那是格玛兰公主与龟将军的爱情故事 可是好久好久好久以前的事了 我还记得那时候 格玛兰公主东海龙王心爱的独生女 拐巧听话 不过她的内心可是隐藏着一个叛逆的自我 为将军 那可是龙王麾下战功赫赫的大将呢 忠心容得为龙王面临世纯 爱 临世纯 真的是一件很奇妙的事 把两个天地之咬的人 拉得越来越近 不知道不能伤害 但却还是无法抑制内心对彼此的憧憬 深深的陷入蠢蠢的爱恋中 不能相见的时候 风与海浪 就会帮忙传递两个人长一长的相思 随着风飘呀 飘呀 飘进彼此的心里 幻化成美丽的事 但是 也随着梦场翻着 涌着 把这段不能公开的爱情 随着四三的语言 慢慢地沉入海底 最后我们的一车 飘进海底 开车 就会拨开 温暖入海底 处理 中文字幕——YK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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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中文字幕——YK